我們還是要問一下09 就是昨天有看到你有發一篇給鬼哥的那一篇 是 所以你昨天看到那個消息出來的當下 你所心情是就是你以為是獎心的之類的 不是因為其實當下的 因為跟鬼哥的連結其實 我不知道這樣 因為我覺得算我們跟鬼哥蠻有緣分的 因為我們從第一次 剛進去然後鬼哥就是很照顧我 他會 就是我剛出道什麼 然後他會給我就是AS 他們的牌子的衣服給我穿 所以然後中間啊 我有去參加一些選秀節目啊 什麼鬼哥又來幫忙了 就是我們的聯絡可能都是 三個月半年一年然後碰我一次 然後每次我們後面他就會問我說 欸你最近怎麼樣就是 他會一直很關心我 然後因為 因為他在我的眼裡就是 哇他是一個巨星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哇我是一個創作者 其實我跟他相處 我有一點 不太自在 就是因為我覺得哇他是一個 尊敬 對對對我是比較尊敬他 然後是直到 呃 去年吧 去年他生日的時候 我們又聚了一次 然後 那時候我們就在聊天 然後 滾石的同事大家都在 我們就在聊聊聊 然後 因為我有工作我要先走 然後鬼哥其實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就說瓦琳姐你要走 我想說這次趁這機會 可以跟你再更熟一點 這樣子 然後我就喔 我就說喔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鬼哥成為朋友 這樣子 然後後面我就 後面就到 再次聯絡的時候 就是我們五間琴那時候 還有中間有一些活動 都有碰到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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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九月九號的時候 用我的 五成六季的 品牌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是希望 當 想要報個恩 因為當時他給我這衣服 然後我現在 今年有一點長進了 我想要送他一件我的T恤 一件襯衫給他 這樣子 我就訊息他 然後他就說喔 他就跟我說水喔 這樣子 然後就把送件品給我 然後我就 寄給他 然後我說哇 就是鬼哥 就是有一種 就是我報恩的感覺 就是我把我的 我一直很想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在我有能力的時候 想要 就是 回應他這樣子 然後其實當下 知道消息的時候 是我跟風姐我們正在 我們就在 雨板 就在錄影的當下 然後我們兩個在錄的時候 小黑姐就是 雨板的 人物人員 然後 他們就在 東西什麼 就有兩個工作人員 跑過來 然後拿手機 給黑姐這樣子看 然後我們都看到喔 我們就看到說 欸怎麼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一路啊 然後他們就說 鬼哥就是 走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當下就是 就是真的很難過 因為所有人 在 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 鬼哥曾經的舞台 然後我們都在那邊 就 其實當時所有的 工作人員很多人都哭了 包括我們自己都 非常難過這樣子 然後 就是很感慨吧 那就是希望 呃 其實也不用多講什麼 因為我覺得鬼哥就是 帶給大家歡樂 而且他對於我們這些後輩 我們四個人 全部都有 我相信他都有幫助我們很多 然後 你們自己看 昨天的 不管是 前輩 或者是一些 晚輩什麼 就是大家 全部都說鬼哥 真的很照顧大家 所以 他的好 然後我就無必再多說 那就是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 照顧自己 然後 健康這樣子 對 昨天說 公共同學家 沒有什麼 什麼東西 夜深自己 其實就是 呃 就是情緒是很低落 但是也 就是 還是得要 振作起來 因為還是要 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面對所有工作 就是 等等之類的 所以 你說情緒低落 那是 那是很低落 但 當然就是 告訴自己 趕快的 老師好 在節目上 應該之前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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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我 之前 兩年前 發了一個 就是很粗糙的 一個音樂作品 然後 那我跟我們 大概沒有不同 然後 那我去宣傳的時候 因為鬼哥那時候 失去那個17的節目 去你的娛樂嘛 然後 那時候鬼哥看我的MV 然後就一直跟我開玩笑說 欸你真的 你怎麼會花錢 你怎麼怎麼之類的 然後又跟我講說 欸如果你要出下一首歌的話 他有告訴我說 你可以往什麼方向去做 我覺得你這樣很勇敢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 後來我發了第二首歌 我終於有一點錢了 可以做比較像樣的作品 因為第一個作品 都是用手機亂拍的 然後第二次我就說 欸鬼哥 我這次有認真做了一個新歌 你看一下這個MV 然後鬼哥還說 欸我有看耶 鬼哥第一時間就看了 然後就跟我講說 欸你這個MV 我覺得那個演技 可以再好一點 然後認真跟我說 你某一個鏡頭 我有點想笑 可是其他我真的覺得很棒 然後 我覺得鬼哥對於任何新人 都是發自內心 想要跟大家分享出 他這一路上以來 從新人到現在的成績 中間我們該注意什麼 該面對什麼 他是永遠不會吝嗇 跟新人分享這一切的事情 然後 加上之前 我們上節目也要邀約 我們一起去上 玩很大嗎 然後因為 我昨天其實 因為我昨天一整天工作 所以我不太敢 劃每一個人很清楚的po文 因為我怕 因為我最後要主持校園 又要很high 所以我沒辦法 看得很detail 那是知道 然後最後在校園 我唱了一首我自己的慢歌 那一首是 當時鬼哥有說 他有看的歌 然後我唱到後面 我就 不小心哭了 然後回到高鐵 我才想說 對 我才看到這個邀約的影片 我覺得完完蛋了 然後晚上 我還跟韋靜說 我又看了那個 全軍的文章 因為全軍拿了一整篇 跟鬼哥的道別文 然後我跟韋靜就說 看了這個我又 又大哭了一次 我覺得 哇 如果我是當事人的話 我該用什麼心情去面對 但我覺得鬼哥的好 一定留在大家的心中 然後 我昨天晚上有 自己傳了一個訊息給他 我就說 以前都是你帶給歡樂給我們 那現在 你可以在天上 好好換我們 帶給你歡樂 對 我覺得鬼哥的好 都在我們心中 阿樂一下 君君的看 我有 因為其實我跟君君沒有很熟 我們也沒有互相追蹤 但我昨天看了他的Poke 我只有私訊他說 我只想跟你說一聲加油 但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也覺得他也沒有心情 想要去看任何訊息 但我只希望 雖然我們不熟 但我覺得我的鼓勵能 給他一份支持的力量都好 對 對 工作有看鬼哥嗎 有 其實第一次上魚板的時候 我還記得是鬼哥主持的 然後 那時候八分 對 那是四五年前 然後後來當然很多 中途工作上有遇到 像去年的娛樂 跟雜榮雜榮一起上 然後 蝦皮啊 很多 然後我還記得 其實他上一站專輯在 魚板 宣傳的時候 那一組 那天我好像是代班 然後 他就唱了他的新歌 然後 因為他就是很驚豔 就是他唱了已經 很OK了 但是我記得他要求 多唱兩三次 就是很 很完美 對阿 所以我那個時候 當下感受到他 身為 一個前輩 但是 但是一直不斷地 要求自己 我就覺得 那一幕印象挺深刻的 所以 我覺得 像大叔說 他有很多 很多東西都值得我們去學習 然後 就像剛剛我說 就覺得他的親耳力 真的 真的很 而且雖然我跟他沒有很交接的認識 或什麼 都是在工作崗位上 但是 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我還是覺得 好沉重 昨晚我也覺得心情很沉重 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見了 他這個人 在這世界上 多麼的棒 為什麼我老天 要把這麼好的一個人帶走 我是搞不明白 所以 我覺得很可惜 但我覺得他現在就在更好的地方 然後 在天上就是 看著大家 大家就是 我們就是會繼續努力 然後在 每個人在自己的 工作崗位上 在生活上 踴躍地 活著自我 然後 繼續地散播溫暖 這樣子 我記得昨天有發了嗎 是 嗯 昨天 因為其實我跟鬼哥的 交情沒有很深 我都是在節目上碰到 因為以前 Special的時候 上一百的時候 就碰到鬼哥 然後 今年自己EP的宣傳 加上 五間琴的宣傳 都有碰到鬼哥 所以我跟 可是我跟鬼哥的 交情就是 比較沒有那種 私下聊天 就是工作結束之後 就散了 那一種 然後我最記得有一次 就是前幾年 我就在我IG PO了一個我唱歌的影片 結果鬼哥就在我下面留言說 好棒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欸 鬼哥怎麼會留言 因為就是我會覺得 欸 我平常沒有跟鬼哥 私聊到任何東西 可是他竟然願意 在我的唱歌影片下面 給我一個鼓勵 所以當下我說他那個鼓勵的時候 我是很震驚 然後很感動 然後這個事情 就一直放在我心裡很久 所以我每次看到鬼哥 我就覺得很親切 嗯 他就像一個就是很溫暖的大部分 然後其實昨天鬼哥的事情是 整個工作結束回到家之後 然後 就在看那些社群上面的新聞 很多大家的口音 越看越 就想很多事情 就覺得 鬼哥的事情讓我反思到很多事情 是因為 嗯 他在各個領域上面都做得很好 加上 最後這一刻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給他祝福 然後我也開始想說 對啊 那 那 我們 我們這些 台國這個人 好像 應該 要跟鬼哥看齊 要更能力的 把各個領域上面的事情 都做到好 做到 沒有遺憾為止 好像才 對得起自己 也對得起大家 所以 就是看到大家 對鬼哥的那個成長 會 反思很多東西 我相信昨天 大家應該心裡 想的都是 這些事情 然後 也覺得很捨不得 因為 就是一個 就 這個人離我們太近了 就是 很常看到他 所以昨天一收到那個消息 覺得很不真實 太不真實了 然後 其實到現在 我都還沒有覺得 有那個真實感 嗯 所以 就會覺得 很可惜 然後 嗯 就總歸 最後 總結就是 大家真的要好好的 照顧自己的身體 然後 對 珍惜 我身邊愛的人 愛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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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們吃小孩 因為我今天前 也都出去 有八分 然後 你明年不是也好自己的演出 那工作這麼忙 你們私下 會怎麼照顧自己 你的身體 我 我自己就是 開始吃一些健康食品 以前是不吃的 對 以前 以前沒有什麼在吃 那就是等了 過了大概三十之後 他先自己 體力啊 不知道什麼都比較 容易累 或什麼 嚇壞 對 就開始補充一些 營養食品 你有去做健檢嗎 會固定去走 直接做健檢嗎 我自己是有做一些什麼 那是什麼 就比較基礎 但沒有做過那種 全身的那種 那種要花 這麼兩萬這樣子 全身麻醉那種 還沒做過 對啊 我本來就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之前也比較少做那種 全身檢查 那我覺得好像其實應該要 每年還是一次可以做一下 安心 而且你比較常日夜顛倒 對對對 所以 我真的覺得這部分還挺重要 然後 保健食品啊 然後我去多多運動 然後 注意飲食吧 主要是這些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睡眠時間 算 很日夜顛倒累的 然後 對 因為就是 昨天新聞出來之後 我 昨天馬上就是覺得 因為我通常睡覺前 會再玩個手機啊 或是看個什麼 然後 我真的直接把手機放在旁邊 然後我就會這樣 直接躺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理養 因為 最近大家工作都很多 然後 我覺得現在就開始規定 我們每一週 就是 我自己規定我自己啦 就是每一週都要有一天是空的 就是那一天要拿來休息 不可以把每天都塞這麼滿 你賺錢雖然很重要 但是 你沒有那個身體 你其實也花不了這輩子錢 所以我覺得 除了身體健康檢查 我也覺得 換錢大家蠻多 愛的 因為我覺得 不管你對身邊的人 或是你對 你珍惜的人 或是珍惜你的人 你一定要 及時把愛說出來 因為 不知道未來或是明天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千萬不要吝嗇 把愛說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 跟身體健康一樣重要 跟身體健康一樣重要 那你們是有特別的台節目 進行過嗎 什麼 你知道什麼 是有特別的台節目嗎 對 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局是因為 當時在台車工作的時候 五間情還沒有成立 對 絕對沒有拍檢 對 絕對沒有拍檢 對 對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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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